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节目是 鬼节 万圣节其实不是十月三十一日 而是十一月一日 这个原是天主教为了纪念历代圣徒而定的节日 现在一般人庆祝Halloween是名符其实的古节 它的来源是早期居住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迷信 他们相信在这一天掌管死人的沙门 会将所有死去的人的灵魂都召唤出来 让他们回去探望还活着的亲人 同时这一天也是凯尔特人阅历的最后一天 是他们为了下一年扑兄问及的日子 当罗马帝国征服了凯尔特人之后 就把这一天合并到他们庆祝秋收的十一月一日节庆当中 当苏格兰人移民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 也把这种的习俗带入了美国的社会 他们让小孩子装扮起小鬼的样子 拿着袋子去敲美家的门 向主人们说 要捣蛋还是要交换 主人就假装很害怕 赶紧给他们一些糖果做交换 免得遭殃 另外他们还保持着 罗马统治时候那种秋收的习惯 把南瓜挖空 雕成各种的花样 里面装着蜡烛 或者是用玉米的叶子 砸成稻草的人 装饰在门外 最近十年来 万圣节在美国已经被商业征服了 它不但成为每年第二个消费在装饰上最大的日子 仅次于圣诞节 同时也是化妆的舞会 喝酒狂欢的时刻 自从好莱坞拍摄了这些恐怖的电影 万圣节等等 好像是为鬼做广告 宣传魔鬼能力的媒体的节目 更是以这一天为高潮 出租电影DVD的店铺 架子上充满了各样闹鬼的影片 吸血魔这样的影集 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拍不完 许多孩童不知不觉上了魔鬼的当 以为魔鬼是可以做朋友 青少年更是迷上了无数占心教鬼 甚至加入撒旦教的活动 美国的社会已经陷入到一种崇拜魔鬼的可怕的局面 而大家不自知 为着末日上帝的审判 积极地在铺路 基督徒 我们应当小心我们的孩子 不要把他们交给撒旦 这些滑稽的装扮 去圆门要糖果的活动 看起来是无伤大远 却是让魔鬼的势力 进入到孩子的心间 叫他们无法分辨善恶 我们应当在这一天 把孩子们召聚在一起 几家人我们可以一起的聚会 可以唱诗敬拜神 教导孩子们 要面对这种错误文化的潮流 千万不要疏忽你的孩子 他们正是撒旦千方百计 要获取的猎物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